中美兩樣情 中國大陸 我們看到中國 有史以來從以前 都是世界第一名的GDP 我們拿幾個數字來看 我們看到說 譬如說在唐朝的時候 中國占世界GDP是58% 宋朝還來到到60% 是接著在清朝的時候 開始有點衰敗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要問一下院老師 中國會不會 重返世界的榮耀 榮登世界第一名呢 另外再來看到 中美經濟兩樣情 彭博社最近採訪 232位經理人 還有分析師跟交易員 大概61%的人認為 很擔心美國潛在的經濟衰退 對新興市場的投資 反而比較有興趣 東方惠里總監他也說 明年美國經濟是 今年美國經濟是沒有增長的 中國大陸跟印度 印尼這些增數 可以到5到6左右 所以他們已經把資產配置 從西方轉向了東方 這個我先解釋一下過去 再談到現在 最後的話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未來 為什麼中國經濟一定會變成 全世界最大的 這個其實講一般來講 什麼人口土地什麼 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過去的時候 整個世界主要的產值 為什麼中國能夠往往 就是佔一半以上呢 最主要是說有三樣東西 就是一片葉子 一個 一條蟲還有一片土 那個葉子的話就是茶葉 那麼這個一條蟲就是採商 然後一配土的話就是磁陶器 這個說的話 就是等於說是長期來講 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工業產品 在中國的話 只有這個東西 你不管講是思路也好 不管講路上思路 海上思路 這個中國的產值都是世界最大的 而且品質又好 對 那麼現在的話 中國是肌肉不振 經過了這個百年的屈辱之後呢 現在想到了一個重點就是說呢 大家引進 我必須坦白講 新中國的整個建立的話 讓人發覺中國人真的是脫胎換骨 就是結合中西的精神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就在這邊顯現出它的優勢 這個優勢是什麼呢 優勢很簡單就兩條原則 好的更好 錯的一定改 就這麼簡單 好了 那現在未來當中的話呢 這個必須要強調 如果你錯的一定改的話呢 你就容易進步 好的話呢維持原有的優勢 所以中國本身的工業產品的話呢 那麼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中國的產品已經不再是以 這個茶葉啦 蠶絲啦 或者說是這個陶瓷器為主 但是呢 你那個發展的整個過程當中 對工業產品的重視 那你現在的話呢 目前為止的話呢 讓美國或是說是歐美國家 感覺到很優心的地方是 因為他們長期來講的話呢 一直享受了中國的工業產品 物美價廉的結果到今天為止的話呢 他們突然出現個問題 自己國內沒有了 非買不可 然後呢 他們生產一些高消費的產品當中呢 也非賣不可 這一來一往之間呢 唯一的市場 要進口要出口 都只有中國 就剛剛你提到說 印尼跟印度的話呢 可能有可能會激起直追 但是要追上中國這個速度 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說基於這幾點理由 我認為說中國將來遲早的 會變成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 對的確 因為中國大陸 中國我們讀了五千年歷史 幾千年來都是 都是世界第一名 只是最近 這個幾百年 一百多年來 有一些比較發展 沒有那麼好 不過現在也激起直追 好 我們相信最後會完成任務 但是目前還沒有達成協議 拜登說呢 債務違約的狀況 沒得商量 談判會有所結果 然後呢 葉倫又開始喊話了 六月一號前 沒有辦法提高債務上限的話 美國財政部 沒有辦法支付政府的賬單 好 薩哈洛瓦 俄羅斯外交部就說 美國你Always怎麼樣 開支是大於收入的 一切都靠印鈔票 佈滿全球的軍事基地等等的 所以呢 債務違約不是經濟的指標 而是政治的情於表 中國大陸外交部呢 其實有針對美國美債危機 可能會蔓延到全世界 有最新的說法 老師怎麼看 不要收割世界來維護一己之力 這是大陸的說法 這個 這個毛寧講得非常對了 他講得非常對 就是說你既然做了世界第一 第一大的經濟體 你的貨幣變成世界貨幣 你想有世界貨幣的霸權 這講起來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有世界貨幣 主要貨幣的印制權 印鈔權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話呢 也可以在這邊印美鈔的話 那這個如果也有那種信用的話 那不是太好了嗎 就只有美國擁有 只有美國擁有 但是所以呢 也基於這個原則 美國一開始是很負責任的 它是需要說是 你要提高債務上限 你要需要這個國會通過 這也導致出結果 因為全世界也沒聽過這種事情 美國原來是要以負責任的態度 就是說首先第一個 就是說我們出來 提高大家的生活水準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跟黃金掛鉤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我們不隨便發債 因為我們美國本身來講 要以負責任的態度 輸出我們的美元 然後這個美元 要償還能力 對啊 你本身來講的話呢 你現在的話呢 債太多 然後你要提高上限 這個其實講起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難看 人家照理說家醜不外揚 美國現在家醜只外揚 你看看這個麥卡錫的 整個態度上來講 為什麼他現在老神在在 就跟你在那邊談來談去 談來談去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那個葉倫 他沒有什麼看的樣子 是個老詩人 老太太嘛 對不對 一下子把六月六號講出來了 那那個麥卡錫一看 哎呦 還早啊 他媽跟鬧一下 鬧一下的話呢 就是想出一些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共和黨跟民主黨 現在你死我活 只要你同意的 我絕對不同意 我同意的話 你也不會同意 所以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就是盡量找機會 就談問題 現在美國內政已經延伸成外交 那這最可怕的是 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所有的國家 基本上要想經濟發展 一定要進行貿易 貿易主要的掛鉤就是美元 所以美國現在亂搞 他的貨幣的話呢 我覺得這對美國的威信 是極大的傷害 所以毛林講得剛好 就是說你要負責任 你原來的話呢 給人家任何人想法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你美元跟黃金還掛鉤 那你要不要出什麼事的話 我就不管 但是現在美元是一團廢紙 你的廢紙怎麼辦呢 對啊 美元現在 跟黃金脫鉤之後 本來是怎麼樣 它是變成是個信用的貨幣 但是美國你常常濫發你的美鈔 然後呢又暴力升息 就把你的美債的問題 變成全世界的問題了 導致怎麼樣 所以毛林才會說 你不要一己之私 收割了全世界 但中國大陸不一樣 中國大陸現在呢 也看到了這個戰略機遇 大家不想用美元 而是人民幣也有崛起的機會 當然我們講過很多次 人民幣不是說現階段要取代美元 不過來看到中國大陸戰略機遇 也要提到什麼呢 提到就是俄 屋 局勢 然後中俄被打成超級背靠背 最新來看到俄羅斯的總理呢 米蘇斯基 5月23到24號 對中國大陸進行了相關訪問 而且呢要會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 總理李強 另外呢 中俄的商會啊 來看到商業論壇 在上海舉辦 有500名的俄羅斯代表參加 2022年中俄雙邊貿易 突破了1900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 但是今年的Q1的時候 中俄的雙邊貿易 達到540億美元 同比增長39% 我想先問一下老師 你怎麼看中俄現在 真的是有一些 一些戰略的一個合作 中俄現在的結合啊 是整個美國是根本都想不到的 大一 是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 因為美歐國家的聯合 制裁俄羅斯的時候呢 手段之狠 範圍之廣 速度之快 這個連俄羅斯本身來講 都非常意外 而且最可惡的一點 是把俄羅斯在西方國家的資產 3000多億美元全部沒收 你要瞭解 這個是不得了的事情 這個不單單是信用的問題 這個也是置人於死地 俄羅斯一下子突然 就是換了絕情回來了 那現在的話呢 俄羅斯現在發覺 在找朋友的過程當中啊 他發覺跟中國 原來就應該合作的 背靠背啊對不對 所以說呢 俄羅斯本身呢 現在採取了幾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具體的做法 首先第一個的話呢 因為俄羅斯有的東西 是中國缺的 然後中國有的東西 是俄羅斯沒有的 所以兩者之間的互貿易 現在的話呢 一年超過2500億 根本就不是問題 成長的話呢 是以應該說是 40% 50%的成長 會持續下去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非常重要的話呢 就是說俄羅斯的大遠東地區 原來一直基於戰略的理由啊 就是說盡量不讓中國人 到那邊去開發 而且你要注意到 比如說哈薩林島 原來我們叫庫葉島 海參崴的話呢 什麼什麼什麼 福什麼的 弗拉迪亞諾斯克 對不對 他每個地點都有個中國名字 你就知道這個歷史上的情節 那現在的話呢 大家2016年開始講 中國之間沒有領土上的問題 然後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坦白講 就是說俄羅斯人現在終於認清 他不是歐洲人 那只好靠著 現在的話呢 連人民之間的情感都拉得非常近 因為要整個開發大遠東 其實大家要了解 大遠東就是在東北的上面 這一下子的話呢 整個發展的趨勢就非常明顯 而且最主要的一點的話呢 俄羅斯的話呢 它本身的科技啊 它是最高的跟最低的都很多 最低的當然是能源 最高的當然比如說上山下海 上天下海的這個科技它很有 那中國剛好這兩方面 其實也都蠻需要的 因為我剛剛的話呢 也得到訊息 為什麼中國能夠搞出核能潛艇 當然固然自己的技術突破 沒話講 但是呢俄羅斯的核能潛艇的技術 多多少少也有一些 對 由此可證明 中國現在非常需要 俄羅斯的能源跟科技 兩者之間的互補關係 彼此之間互通有無 最重要的是 他們不會用美元計價啦 對啦 那這是很重要的嘛 對 現在中俄 被打成超級背靠背 這變成是強強聯手 剛剛老師說了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互有所長嘛 中國大陸它有最強的製造能力 也有很大的市場 而且呢 在國際遺詳力非常之大 那俄羅斯呢 也有傳統蘇聯留下的遺產 像老師說的 像很多的精密的武器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如果一起合作的話 當然會變成全世界更強 那尤其來看到 說到了中俄背靠背 一定要特別提到 我們上禮拜特別說了 6月1號起呢 俄羅斯願意增加了海參崴 成為中國大陸的內貌的 內貨貿物的中轉的口岸 這是海參崴的部分 另外再來看到 俄羅斯也要邀請中國大陸 要在庫葉島 也就是撒哈林這個地方 進行電廠 基礎設施相關的合作 這個面積很大 7000 各十百千萬 76400平方公里 面積可是台灣的兩倍多 那說到庫葉島就一定要提到這個歷史了 1860年北京條約嘛 就割讓了這一塊地方 就是呢 1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給俄羅斯 其中就包含了庫葉島 海參崴這些等等的 但是呢 如果說庫葉島 能夠跟中國大陸一起合作的話 被說日本尼亞可要小心了 我們來看看 下一張你會比較清楚 為什麼說中國大陸可以三面來夾擊日本呢 老師你看海參崴在這邊 對日本 如果說未來有中國大陸的軍艦 在這邊進行合作的話 那他可以對於日本的這邊 就會有一些前置的作用 那更別說中國大陸自己 北海艦隊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從黃海 東海這些 到日本的東南部的 東南的海域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北海艦隊的部分 好 那庫葉島呢 這個地方他可以直接突破了第一島鏈 直接跟中國大陸從這邊的出發的話 這個南下作為很激動 到達西太突破了第一島鏈 對 這個我跟大家稍微強調一下 這個原來俄國人叫庫葉島 叫哈薩林島 俄國人本身 大家看一下這個地圖打開 俄國人跟日本之間的領土中 北方四島 就所謂的北方四島 就在庫葉島往南 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說日本長期來講 一方面要求歸還國土的同時 對俄國真的不敢惹 俄國人本身對日本也非常好 你知道那庫葉島上面的天然氣 基本上原來就是 專門給日本用的 對呀 那現在的話突然都沒了 那美國逼日本表態 日本一表態以後 俄羅斯火大 火大以後 他做了三件事的反應 第一件事的話 他那個北太平洋的艦隊 經常就繞一繞 那對日本來講的話 威脅非常大 日本其實是就由自取 自己活該 他自己本身的話 這個和平的局面不要 另外的話你這個庫葉島的資源 你通通都不要 能源都不要 然後都往中國移了 然後第三件事情的話 就是庫葉島現在也開發給中國用 在用的過程當中的話 本來中俄就有聯席艦隊演習 就在那邊繞來繞去 他們劍指日本是非常明顯的 我覺得說整個日本面對了 這個三面的包抄 完全是自己搞來的 我跟你講現在還沒有加上朝鮮的 加上中 朝 俄 三個一起來他會更慘的我跟你講 那真的是 日本以為說靠在美國這邊 然後舉辦什麼G7 想要圍堵大陸 但是搞了半天 你會不會搞不清楚 你的地緣政治 你的鄰居都在這裡 你應該好好想清楚 要怎麼樣搞好關係 比較重要吧 我們回到上一章 說到說中美的博弈 尤其來看到是什麼呢 美國一邊說什麼 布林肯也想訪問大陸 然後談話 拜登也說自己想跟習主席 來會晤等等 然後他自己還說什麼 跟中國大陸關係會將解凍 然後他自己說 美國考慮要撤銷 對中國大陸房長 李尚服的制裁 結果老師最新的來了 打臉拜登 國務院竟然說 不考慮解除李尚服的制裁 那搞了半天怎麼樣呢 你想要合作嗎 還是怎樣 兩個要唱雙簧 我跟你講拜登跟國務院的觀念 完全不一致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拜登常常脫口而出 我們會用軍事武力的力量 來捍衛台灣什麼的 說完以後國務院馬上打臉 說我們完全沒有這回事 我們拜登 其實講川的話 說直接點就說 我們總統糊塗了亂講話 這個情況也是一樣 首先我們要問第一個問題 美國為什麼要制裁李尚服 對不對 你要了解這個情況下的話 你可以知道 美國裝模作樣的 說李尚服有這個那個的話 就透過法律方面來制裁他 美國一旦制裁人不得了 你什麼香格里拉對話的時候 對不對 你只要有這個影響力的話 你就是當場 你也不要忘了 孟晚舟就是美國一聲令下 在加拿大被扣下來的 那中國的國防部長開玩笑 你知道嗎 你要準備引發戰爭 所以拜登本身現在想要緩和局勢 他就開始亂講話了 就是說我們又取消制裁 這一講的話不得了 那美國國務院講說 那我們美國人的法律哪裡有臉 丟不起這個臉啊 所以說又不能制裁 那這樣不能制裁的結果的話 我可以跟你講 6月2號的香格里拉對話一開始 不用談 李尚服跟奧斯丁可能會見面 但是各坐自己的位置談都不談 李尚服可能會跟其他的國家聊得很高興 但是對奧斯丁的甩都不甩 為什麼呢 因為你自己先不夠 什麼叫制裁啊 制裁一個人的話 就是你是犯人啊 這種態度 我憑什麼一個國防部長給你當犯人 對不對 我沒有制裁你奧斯丁就不錯了 對不對 找個理由要來弄你的話多容易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拜登呢又亂講話什麼 我們馬上就要開始跟什麼中國談了 我看不到任何跡象 我看不到任何跡象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要談的話 互相尊重 美國人沒做到 然後言而有信 美國人也沒做到 對做不到 那就不要想說中國大陸會放軟 中國大陸現在是有相關底氣的 尤其來看到你常常說什麼 中國大陸經濟脅迫等等 但一邊人家中亞峰會 其實提供人家220億元的融資 跟支柱等等的無償援助 然後G7這邊暗指 中國大陸經濟脅迫 不過很多G7國家 也不想跟著美國走 另外再來看到華春瑩 最近公布的這些對比圖 也引發討論 說你在講什麼經濟脅迫 這是中亞峰會大家談合作 G7是一堆抗議的事情 然後呢 你再說中國大陸經濟脅迫 來看到 這是一些相關組織說 如果說2013年到2021年 中國大陸對世界貢獻度是38.6 G7才25.7 對 這個講起來非常有意思 因為你這個國際組織 裡面討論的問題 應該首先要談論的問題 是經濟合作的事情 你中亞峰會本身來講 就是按照經濟合作這個架構 來開的一個會議 所以說大家的話氣氛非常融合 但是你現在G7的話 這次經濟不談了 全部在搞政治 要大家表明說是中國是一個 經濟脅迫的國家 然後大家都不願意表明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國家 包括美國在內都要跟中國做生意 怎麼經濟脅迫呢 對啊 而且所謂的經濟脅迫 中國大陸外交部也說得很好 說所謂的經濟脅迫 這個帽子扣不到中國大陸頭上 因為美國恐怕才是 從法國 阿爾斯通 到其他國家 恐怕都受到美國所累 廣告來繼續說 好 美國現在會不會有一點雙重標準 現在又上演了嗎 比如說來看到 美國是制裁什麼 制裁華為的 結果來看到 現在中國大陸不是下令 有封殺美光科技嗎 就針對這個議題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發言米勒就說 美國是嚴正關切 美光這個事情 但記者又追問了說什麼 那為什麼美國可以對 中國大陸的科技 寄出好多好多的禁令等等對不對 那為什麼大陸 卻不能這樣做的時候呢 米勒有一點點尷尬 我們來聽聽看他是怎麼說的 we have very serious concerns with the reports that the PRC has restricted the sale of micron chips to certain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broadly this action appear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Cs assertions that it is open for business and committed to a transparent regulatory framework if you guys ban or seek to ban a Chinese company from doing you know from conducting business here or overseas why shouldn't they be allowed to do the same thing 好你可以看到 美国国务院被记者 连番的灵魂拷问 他好像有点招架不住 那为什么呢 你说有国安问题 那中国大陆美光 就没有国安问题吗 你这件事情 恐怕很难自圆起说 这个让我想起来 我们哲学界的一个行话 就是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就这么简单 因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其实实话他说的话 完全一点道理都没有 他讲说是大陆本身强调 他有一个透明的商业政策 你美国没有啊 美国不透明 你不是骂自己吗 对不对 然后另外讲话 你禁止华为在先 那他就禁止美光在后 对不对 像这种高科技的话 你要说他对国家安全有影响 什么都可以 整个事情都有 我跟你讲 像有的时候 你们中天最明显了 你们讲这个事情 他凭什么说 你们对国家安全有影响 对不对 就随便他讲 现在美国人做的这一套 其实讲起来 真的是蛮低级的 为什么 因为你原来好好的 突然一下变成国家安全 现在大陆做这个调查 调查结果 你要有什么结果 他就会有什么结果 而且这个调查是非常详尽的 就这么简单 因为高科技公司里面 涉及到的国家机密 就看你怎么解释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解释问题 如果你关系好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 然后第三点 我觉得整体来讲 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美国人 从来就不想 就是不接受 也不习惯于 有一个国家 会用他们对待别人的方法 来被对待 然后美国人就非常非常不习惯 因为美国人嚣张惯了 嚣张惯了以后 产生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可以制裁你 你不可以制裁我 否则的话 我要加重制裁 他现在没想到 大陆彼此也准备好 底下接下来的高通 博通 还有一个一个制裁了 你大家互相制裁的结果 因为制裁的结果 你商业产品要的是什么 要的不单单是技术 而且你要的是市场 而且看哪个市场比较大 你心里就明白了嘛 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半导体市场 当然是中国大陆 因为你把半导体卖到其他国家 那请问一下 他们要拿来干嘛呢 当然要把它装起来 变成其他的商品 再卖出去嘛 所以中国大陆制造能力很强 你不卖给大陆 那你要卖给谁呢 好所以刚刚老师说了 这个市场决定了一切 好啊 中国大陆现在有底气了 为什么 你美国天天制裁别人 那中国大陆其实是 很不想要用制裁这一招 他现在也是有点反制嘛 那当然他有 他的理由说美光油 违反哪些问题 他也必须要说出来嘛 那不管怎么样 大陆有这个底气 另外再来看到底气的部分 就是美国不断打压 但是中国大陆的空间站 不断不断的发展 22号的时候来看到 神舟16号呢 跟长征的运载火箭呢 其实已经运送到了发射区 这代表呢 这几天就会实施了发射的计划 另外呢 神舟16号顺利升空之后 就会跟神舟15的太空人呢 在太空站会合了 这也是中国大陆空间站呢 第二次有两个陈组载轨交接 而11号发射了天舟6号的货运太空船 也成功的为神舟15号的 这些太空人送上了新鲜水果啦 等等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 您怎么看 中国大陆的太空突围 这个大陆的空间站也好 太空站也好的 今天有到了神舟16号 这个就是以及这个天宫的发展 我觉得真的是 想起来这段历史也真的是 满感动的 如果你对于这个百年来的屈辱 到了今天就是说15号跟16号的交接 这个太空人安全返航啊 你会觉得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 也很感慨的 激动当然是因为它这个科技上的突破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变成全 我不晓得有没有外星人啊 就是大概整个宇宙 就只有中国有这个太空站 因为美国之后的那个国际空间站 就要下来了 对 它就没有了嘛 没有啦 而且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感慨 就是说当初中国本身 是被人看不起的 然后想参与这个计划还不准的 而且美国自己一起之力 还做不到的技术上的话 还跟苏联合作 后来苏联倒了以后呢 美国自己也没有办法 单独来维持 那大陆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就是速度 第二个就是品质 然后第三个的话 自己本身是在强调 自己绝不称霸 然后这个整个有空间站的目的是做研发的 跟17个国家合作 对啊 就本身来讲的话 这个跟美国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 那你这个注意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我常常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 科技上的打压 对中国来讲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本身在受到打压的刺激 反而会增加它的速度 这个就是提速的结果 你看得很明白啊 你下载中天新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苏克兰化 右大陆打台湾前置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 中间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 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个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